因为张国丽,她嫁过去28年不生孩子,只能领养个女儿当亲生的邓杰和张国丽的爱情故事,也是很有意思的。 两个人结婚已经28年,也像刚认识那般恩爱,甚至还保留了写情书的习惯,看上去十分甜蜜,邓杰也是一名很优秀的演员,曾经演过最初版本的王熙凤,大家对他的印象还是很深的,完全把书中王熙凤的样子饰演得淋漓尽致,后来两个人也合作了许多影片,两个人也是因为一部电视剧才产生了感情,后来两个人很快就结婚了。 在认识张国丽之前,邓杰的感情一直都不是很顺利的,她曾经有过一段失败的婚姻,好在之后她和张国丽感情很好,职业也是一样的,都很支持对方的工作,但是两个人结婚后也有许多遗憾,其中两个人一直没有属于自己的孩子这一点最为重要。 其实两个人没有孩子是有原因的,其实张国丽在婚前也有一个儿子,她担心对孩子造成不好的影响,所以她选择了自己不再生育孩子。 所以因为张国丽,邓杰十分理解张国丽的心情,所以在这件事情上面她选择了让步,坚持了28年不生孩子。 谁知张国丽的儿子实在是对不起两个人的细心栽培,做出了许多不好的事情,除了殴打自己的女朋友,甚至还吸毒,从而毁掉了自己的前程。 现在两个人年龄不大了,虽然爱情经营得很好,但是还是有遗憾的,于是邓杰只能选择领养个女儿当亲生的样子,这才得偿所愿的。 现在他们的女儿也已经停停如历了,只希望她能够不辜负两个人的期望,有一个好的前途。 其实在家庭中,孩子的教育十分重要,作为父母也是为了孩子付出了许多,希望天下的孩子们能够知道父母的真心付出都是为了自己, 自己也不要做一些不好的事情,如果孩子们都能够好好生活,父母们也会十分开心的。